今次得到ETNET頒發這個獎項 當然對我們公司及部門都有很大的鼓勵 自2016年金冠公發儲席支付牌照 我們很榮幸得到這個牌照之後 過往這兩年我們的部門都非常努力 推出不同的服務 去因應香港市民的需要 而研發一些產品 我們很高興看到用家及商戶對於電子支付 接受能力都提升了很多 希望我們未來的將來 我們會繼續為香港市民及商戶設計 更加有用的服務 令到香港在電子支付的潮流中 超越其他鄰近的城市或國家 當我們設計TAP&GO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們的首要目的是迎合香港人的需要 所以我們的電子錢包利用了Maskar的平台 已經在海外超過百萬的商戶 已經受歡迎 我今年年初也推出了銀聯 銀聯在國內的滲透率也非常高 也知道香港人回內地工作或生活的次數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也推出了香港和人民幣即時兌換的功能 方便香港人去內地工作或生活 我們也很高興今年的暑假 都和貿法局的書展和電換節 都推出了一個Virtual Store的概念 我們的目的都是希望幫香港的零售業 提高零售營運的效率 所以我們希望用線上線下或O2O的方案 推廣給香港的大眾和商戶 令到他們可以提高他們的營運效率 我們也知道一般大的零售業 其實本身已經有自己的IT部門 但一般香港比較小的商戶或是一些初創企業 都未必能夠負擔一個科技的部門 去提高他們在e-commerce上的進步 所以我們也推出很多系統 令到一般的零售業都很容易很簡單 都可以踏上做e-commerce的第一步 今年九月金管局推出的快速支付系統 有了這個系統之後 即使用家可以由銀行轉錢 去你的手機錢包即時收到錢 亦都在手機錢包裏面 又可以即時轉回銀行的戶口 甚至送給你的朋友 所以以往可能我們每個人出糧之後 就去ATM按現金出來用 九月之後我們出糧 就在手機錢包裏面 在銀行拿錢出來去手機錢包裏面用 手機錢包裏面的錢就正正可以代替了 我們的實體現金 我們要從來的電池 請用紙條 我們有便當心條 我們來的電池 最後我們來的電池 也要找的是 我們來的電池 我們來的電池 從來的電池 可能來的電池 我們來的電池